各位電影電視的師兄師姐 大家好 今次我輕易向大家介紹的 就是如何改裝鏡頭的電池 其實也不只是鏡頭 其實是很多與攝影器材有關 或者是鋰電池 其實都可以改裝或者是維修的 就像現在我相片在展示這一款 就是Canon A1 的電池 其實都差不多有十年的歷史 它現在開始有什麼問題呢? 譬如說它充電很快就充滿 然後很快就用完 是可以充得如何呢? 現在我手上這一塊電池 真的買了十年 對上一次我試過 錄影差不多十五分鐘就沒有電 它就可以斷機了 但實際上它剛買回來的時候 大約是可以使用連續錄影兩小時 這樣的話 連續錄影四小時 不是兩小時,是四小時 現在是十五分鐘,差很遠 明顯是裡面的電池有問題 或者是老化或者是保養得不好 關於電池的保養 我下次再在其他影片跟大家說 現在我可以怎樣呢? 我跟大家說一說怎樣改裝 首先我們要找一些洞 拆開它 其實可以在照片那裏 可以看到 其實一定是有些洞 有些位置比較闊 其實可以 我們找一字批或者相關工具 可以叫開它 一個特別的位置就是 要留意 就是兩邊正腹極那邊 是有隻牙齒出來的 那兩隻牙齒 你找它錄一下它 是有正腹極的架數的 一般應該是 7.4W 我們的鏡頭 通常這大部份的電池都是 然後 你就可以叫開那兩隻牙齒 有些少少像象牙 現在這張圖像象牙 有兩個金屬片 是要叫開它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直接連接著 通常設計都是這樣的 直接連接著 電池裏面的電腦板 裏面的電腦板是特製的 待會叫開了之後 就可以看到 然後叫開它之後 不要弄斷它 如果弄斷它之後 很難再陷入 然後叫開它之後 整塊在底部的塑膠板 就可以慢慢拆開它 一定會有少少破壞 不過不要緊 一定會陷入 然後你會見到 這張照片 會見到 有一些綠色的位置 圓形好像不芯電的 就是電池 不過它不是普通的不芯電 當然是鋰電池 我們慢慢平衡 把它拆開出來 當你整個殼拆了出來之後 就會見到 我現在照片裏面見到 有四粒的鋰電池 其實我就看回 Canon 這一個電池 就是兩條的電池 就是串聯 兩條是並聯的 一塊電池是3.7 兩塊串聯 應該是7.4W 因為它另外兩塊並聯 所以電壓就沒有變 它這樣做是為了 增加電池容量 然後這張照片 可以見到 上面是有一個電路版的 這個電路版的建議大家 最好不要進行任何形式的破壞 因為很多時候 尤其是大廠的電池 它們的電路版 是有些保護作用 不是說保護它爆炸的 是保護它不讓你擁有電池 所以這塊電路版 盡量保持完好無缺 這樣就最安全最穩陣 尤其是大牌子的電池 即Sony 那些大牌子電池 我今次想進行的改裝是什麼呢 就是我想 拔走其中一塊電池 然後 在騰出一些空間 就可以放置 我自己放置一塊電路版 就是一個降壓的電路版 為什麼呢 我就是想 用一個外置的電池 放進去 然後令到電池有電 因為這四塊電池 居然能達到15分鐘的電量 擺明這些電池和死亡都沒有分別 我便換走 即是完全不用它們電池本身的功能 我便外置一個電池 變成什麼呢 就是這塊電池 將會變成一個Dummy 一個只有一個殼的Dummy 插進我的鏡頭上 好了 記住不要破壞電路版 所以電路版會黏著電 通常大家要小心 就是在電池和電路版之間的connection 它們通常都會釘死 即是說它不像我們平常玩相機 或者玩具 電池就這樣箱上去 就這樣卡進去 它是會悶死了 如果有悶死的情況 就小心地用一字批 或者剪鉗 就把它剪開脫離 拆開其中一個電池 就不會對整體電池有影響 因為剛才說了 兩條串聯加兩條並聯 所以你拆掉一塊 是不會對整體電路有影響的 如果你要拆兩條 或者三條或者四條 拆掉它都可以的 不過最好就關掉一些電路的東西 不過是很基本的電路就可以了 只要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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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現在我上片這裡 就已經拆走了其中一塊綠色的電池 剩下三塊 然後騰出一些空間 因為電池本身是很擠的 我騰出一些空間 就會放一個電路板上去 首先 在搞任何電路板之前 照片其實都看到了 我這個就是那個電路板 降壓的電路板 其實就是以前在其他影片上 可能和大家介紹過 在搞任何電路板之前 首先電路板怎麼都有一陣一虎 通過一陣一虎出來 如果你們平時用2.5.5.5的電測 即是在阿寮街買到的藍電那些 都沒有問題的 只要賣回那些嘴 在華輝購買 好像一個多元 很便宜 就自己正負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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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我這裡看到是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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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端就會觸碰電腦板,一端就會觸碰外置電池 然後,就會將電池裏面的端 就會接駁回降壓電腦板 降壓電腦板,以前有些影片都說過 其實就是一正一負的入和一正一負的出 其實只有四個孔 結構都是很簡單的 如果真的不明白,就各自再發訊息給我 然後,就好像我這樣,降石降壓下去之後 就放在電池的位置,因為電池準備在電流輸入 然後,兩邊降壓一下 然後另一邊降壓,就像我上面那樣 在另一邊降壓輸出那邊 又降壓回電線 這樣降壓回四個孔之後 其實基本上,降石的工序便完成了 降石的工序完成之後 在電池輸入那邊 就把電池輸入電池高於7.4W 就可以了 我現在使用電池是14W,肯定沒問題 然後加了14W之後,輸出我現在選擇了8.15W 為什麼我輸入選擇8.15W,其實是有得解的 剛才說,一個鋰電池標準是3.7W 兩個鋰電池標準是7.4W 但是呢,我們其實實際充完一塊電池 你們可以大家回去試一試 其實充完電池之後 7.4W 電池實際上去到8.4W 是因為每一塊鋰電池標準3.7W 是正常時候的 不使用的時候是3.7W 如果使用的時候,充滿電池之後是4.2W 4.2W的電池才充滿 我們說兩塊電池充滿了之後 應該是8.2W 所以大家可以試一下充滿電池之後 充滿了是8.2W 的電池 但是你們可能會回去看到其他電池 無論是Sony 或 Canon 或其他品牌都好 可能有時是7.4W,有時是7.2W 都是他們是射得比較保險一點點 Anyway 充滿電池之後,用TabuTi一定是8.5W 但是我們為安全起件,反正拆過藍電池 很大的電池 都是很多電量可以供應的了 那就可以不需要再高過8.2W 也無謂挑戰這個鏡頭 那我就會在8.2W 的樓下 即是8.15W 就足夠了 但是大家又不要去到這麼低 例如低的話,譬如說 你們都是調到7.2W 這樣 其實是不好的 電流越大就越節省電 電壓 記住,電壓越大,電池就越節省電 這個與電流有關 或者是其他影片 大家各自傳訊息給我去研究這個問題 Anyway,這次我會測試到 會調十字架 用螺絲批 就可以調電壓的輸出 電壓輸出是8.15W 然後最好用熱縮膠把整個電路板保護 就算電路板在電池裏面 也不會影響十字螺絲位 電壓輸出就會保持很穩定 然後當然要把那兩條正負極 然後再按下去,大家看到上影片的 按下去就是正負位置的電池的電路板 記住,正負千萬不要搞亂 搞亂了,我也幫不了你 如果要弄清楚很簡單 大家如果用他表,看看哪一條正負 就貼上就可以了 貼完之後,這些手工問題就要順回一條線 把電路板收在拆掉的電池位置 然後蓋上蓋 盡量不要令任何電線或電路板 在這個安倉過程中受壓或受損 然後再順回,我剛才說的兩隻橡牙的牙口位 順回 按下去的時候,記住那些橡牙 其實一定要先凹進去 即是像我現在的照片那樣 就是屈了少許屈曲 因為要放在膠上 然後再把四邊的塑膠托盤底的位置 再把它封死 封死可以有很多方法 我今次使用的方法 就是用超能膠把它封死 因為我不會有很大機會再拆開它 有些封死,就會露出一條電線 剛才插進去的鏡頭前 檢查多一次所有東西是否正確 我現在會再檢查一次 我準備插進去的飛機電池是12.45W 輸出我已經檢查是8.15W 然後再插進去鏡頭上 插進去鏡頭上 照片見到它已經是開啟了 我再給一個鏡頭看 就是那個電池是充滿的 因為它的鏡頭已經感測到電壓 就是8.15W 跟充滿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所以就會告訴我 是充滿的電壓 我已經測試了 連續錄影四小時之後 在鏡頭上顯示電池的電壓 是完全沒有變過 依然是充滿的 放得越大便便用得越久 電池的尺寸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原理其實只是把裡面的四塊電池的功能 廢除了它 然後將自己外置的電池 需要的時候 放進去 然後直接供電給鏡頭 所以供電的系統 由外置電池直接給電路板 電路板降壓後 變成8.15W 放進去電池的電路板 然後供電給大家的鏡頭 就是這麼簡單 好,今天先介紹一下 有什麼問題或研究 可以給我個人訊息 拜拜